台北市长柯文哲拼市政也要拼数字第一 这次锁定了电动机车 台北市电动机车涉及4万多辆 占总机车数约5% 不过却落后桃园市排名第二 柯文哲上午主持交通汇报 自嘲身为天龙国 全市电动车比例输给桃园太好笑 除了要环保局交通局把百分比拉上来 还下令市府如果要泰换车 除非有市长专签 否则只能换电动车 没有啦 外公还太好笑 我们电动机车比桃园低 我们是天龙国怎么说 让柯文哲咽不下这口气的 原来是因为台北市电动机车涉及数量 输给桃园市 环保局回电动机车电动公车 一样嘛 这是资源挪用的问题 你全资源怎么挪用 那真的不够 差个几千万台北市怎么来小事 截至9月六都电动机车市占率 第一名桃园市5.9% 领先台北市的4.9% 接着依序为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新北市垫底 而关键就在机车太旧换新补助 桃园市光是重型机车可以补助9000元 轻小型机车5000元 今年台北市分别为3000和2000元 我们推动这个电动机车有很多的方法 包括手购补助换车补助 那另外我们也广设了充电站 让电动机车的环境更友善 柯文哲下令局处好好盘点原因 还说市府如果要太换机车 只能换电动机车 不然就得要有市长专签 柯文哲还把脑筋冻到这里 电动机车这个真的会用力推的 我们要把他拼到128027 那是一种的设计 他还在想 电动机车市占落后 以外挑起柯文哲的胜负欲 记者叶林李敏家 林珠强 台北桃园综合报道